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能谈起来 年过半百 返乡创业 它种植的金儿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七型怪状的 长得给大饼 那这不畸形了吗 乡图专家实地调查 能否帮它找到问题的癥结 出现这个痴痴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 我当时很纳闷 欲知详情 敬请收看 俏皮金儿 躲躲开 近几年 在食用菌家族中 有一种颜值高 口感好的菌类 易菌凸起 它就是金儿 金儿不仅颜色亮丽 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它富含氨基酸 胶原蛋白 金儿多糖等 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然而这口美味的获得 并不那么容易 山东省辽城市 深陷西沙河村的史怀恩 从去年开始种植金儿 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求助奴户史怀恩 57岁 种植金儿一年 求助问题 金儿成品率低 转色慢 大哥 咱的金儿在哪 就在这个棚子 你看 哇 这么多吗 这一排排 这就有多少啊 8000多吧 都是金儿 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白的是 它没转三 没转好的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地转过来的 对对对对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长出来了 对 成熟的金儿中含有类胡萝卜素 所以是黄色的 在食用菌家族中 金儿和银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它俩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食用菌 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都有很大的差别 一摸这么软吗 它就是软的 跟皮球软嘛 很有韧性 对啊 哇 尤其这样捏的时候 非常有弹性的 胶原代表你多嘛 弹性到底有多大 你摔到地下能弹得起来 啊 对 真能弹起来 揪一个 试一下嘛 怎么个揪法 抓住手 一使劲 哦 下来了 放在手里面的感觉很像一坨肉 对啊 那我试试 你试试吧 你看 还真的往上弹了 对啊 那咱摔的这个弄脏了 还能吃吗 大哥 能吃你洗一洗 跟大哥聊起天来呢 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 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因为他特别喜欢笑呵呵的 金儿因为肉质紧实 胶原蛋白含量高 所以弹性十足 大哥这金儿是什么味的呀 尝一尝 可以生吃 可以生吃 我尝一口 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对 就很有嚼劲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嗯 就是很解腻 金儿好吃 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先把棉子壳 肤皮等原料 混合成培养机 装入塑料袋制成菌包 然后植入金儿菌种 等菌种慢慢萌发 长出耳牙 就用小刀划开塑料 让耳牙露出来 给它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金儿就逐渐长大 变色成熟 从进菌包到采肉一个月 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28天了 正常的话 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对对对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哎呀 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 28天了 应该是90% 都转色转完了才对头呢 那咱这为什么都没转 人家都转完了 这个委员道部卿怎么回事 金儿转色慢 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 从而增加管理成本 每年比别人少种一到两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更让它头疼 七星怪状的 上面它长出去 下出去 正常是这样一朵的 它这个长的是底下一层 上面一层 对对对 那这不畸形了吗 这就是畸形的 你看还有一样 七星怪状的 这个长得给大饼 这东西都没人要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 大哥 能达到20%多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最多不超过备一阵五 未转色的金儿不能实用 畸形的金儿虽然可以实用 但市场上卖不掉 这对史怀恩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是正常的大哥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 能卖多少钱 十多块钱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五六千斤吧 咱按五千斤来算 能有五万块钱 是啊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对 那你再乘百分之二十 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一万多块钱啊 是啊 咱您算算成本 军贷是三万元 电费三千块钱 还有棚租呢 一千块钱吧 三万三再加一千 三万四了 三万四再加上人工费 算着算着 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 这哪有利润啊 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大哥的笑 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 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 何必不开心吗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 我侄子是做这个食用菌生意的吗 我问他 金耳好卖不好卖 他说可以 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侄子的话给史淮安吃了一颗定心丸 恰好村里有两个食用菌种植棚 正在招租 去年十月 史淮安就租了下来 开始种植金耳 但一直遇到成品率低 和转色慢的问题 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在种植金耳之前 史淮安一直在北京打工 而妻子则留在老家 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 小的刚出生 刚出生就走了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 让大哥做吗 那你不舍得让我过日子 你看你来家又挣不了钱 这么多年 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 你也挺不容易的 我衣服这 我都想掉那花个衣服 真的 很难过是吗 真是 确实 他租上二生寄给我 回来二生都不是人家 你看 他就是喊他哥哥来了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 史淮安做了17年技术员 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 抚养长大 2022年 史淮安终于下定决心 结束长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老人这七十多了 都八十八十了 年纪大的身体不好 对对对 他小产品挺厉害的 咱们村子是这种 跟大哥一样 自己打工人挺多的 很多 那等于大哥种这个金儿 咱是不是村子里 也很多人都知道 知道了 等于人家也都看着呢 是吧 对 种着金儿里 几乎都没得养过 他五点多都走 五点多就去棚里 你这晚上八点了 我给他打电话 还不会来的 也不知道几点 哎呀那比看孩子 看着都细心 就是很上心 你上心还不行呢 你都会这样 转子这么慢 干着事你又不上心 那更不行 那你也算是 给他们带个头 也想这么 让这么多 在外面打工的人 让他们看看 这个也能赚着钱 也能在家 多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让这个村子再回到 曾经的那个 热闹的那个场景 对对 那一千都来家 肉多热闹啊 大哥现在呢 自己种金儿 他背后其实有很多 跟他一样的人 曾经在外面打工 现在想回家创业 又无从下手的人 如果他真的种好了 可能对别人来说 也是一种信心的建立 我必须 而且得赶紧行动 帮大哥找到 这样的一位专家 解决他的问题 58岁的吴广珍 就是我们要找的乡土专家 应遇时间研究金儿的美食做法 是他最大的爱好 金儿的吃法有很多 切片之后 用开水焯一下 蘸辣根生抽 最能体现他的口感 金儿红枣粥 胶质细腻 入口滑嫩 他还可以跟其他食材 一起炒制 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 吴广珍除了是一个美食达人 他还喜欢钻研 各种食用菌的种植方法 因为非常痴迷 别人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军吃 19岁就开始从事这个食用菌 去之算来 已经40年了 从事食用菌的出心 就是要把好的产品 送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 乡土专家吴广珍 58岁 从事食用菌行业39年 种植金儿6年 吴广珍痴迷于研究各种食用菌 敢于创新 善于总结是他的强项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他先后种植过银耳 双胞菇 绣针菇等多种食用菌 2016年 吴广珍开始推广金儿种植技术 带动山东 河南 河北等地区 几百位农户 跟他一起种植金儿 那他能不能帮助史怀恩 解决金儿成品率低 转色慢的难题呢 金儿出现大量畸形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从外观上 你不容易看出来 我给你掰下来 你就能看出问题了 专家之招 在市场上如何挑选金儿 首先是颜色 它就是金黄 然后再看它的叶片 以此参观 为何让求助户信心倍增 肯定要干好 干某些事情 不要干不干好 就不用干了 不要走开 精彩 稍后继续 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 帮小妹带着乡图专家 来到他的金儿种植大棚 石大哥 快来 我把专家请来了 这位是吴老师 吴老师你好 你好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 他这不正愁着呢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这两片都是发疼的 你看这两个 有什么区别没有 形状不一样 这个骨头呢 可以馒头啊 这个一个大饼 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知道 你从外观上 你不容易看出来 我给你掰下来 你就能看出问题了 你看它们的背面 是否有区别 这根大 这根小 哎呀 这太明显了 对 军包袋上更明显 开的口啊 太大 军包的外面 包裹着一层塑料 一再到大棚之后 种植户都会在 耳牙的周围 用小刀划一个圈 让耳牙露出来 呼吸到新鲜空气 它才能正常生长 这就是所谓的开口 那军包开口大小 对军儿的品质 有什么影响呢 破口啊 破得小 它就根就小 它的营养比较集中 它长出来的形状啊 它就是比较圆整 开口过大 水分挥发太严重 因为它没有这个 剥膜袋啊 包裹的 导致耳牙的表面发干了 耳牙已经干死了 中间这个点 它是不再生长 它会沿着这个边 一直上外长人牙 一直上外长人牙 最终长成啊 这么一个大锅饼 它这个是往上长 这个是往边上长 对 开口过大 军包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还容易受到杂菌侵染 直接造成减产 还有一种呢 吴老师 底下长得不好 上面又来一个 这种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另外一种原因了 一开始开口太小了 耳牙出不来 我一看那边 它是憋着呢 又开大一圈 是不是在这情况 对 重新开口之后 前期已经长出的耳牙 会继续往上生长 在它的周围 军包直接跟空气接触 还会冒出新的耳牙 横向往四周扩散 于是就形成了 上下两层的畸形金儿 大哥你这种金儿的 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我没有专业 知道我没有 开口的时候 该工人说 你就把牙扣出来都行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 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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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开口开多大 不会最好呢 直径二到三公分 你这里有没有需要 马上割口的军包 有啊 有 你拿两个 我告诉你怎么个割法 照等啊 我想拿 这个口应该怎么割 吴老师 这要拉一半 不要伤到里面的军丝 这样两刀都下来了 用刀一挑就挑起来了 虽说是很简单的活 但是这个一定要仔细 大哥你学会没 学会了 你操作试试 我的脸上不是笨人 你看 左边画半个圆 这边再画半个 看怎么样 出来了 可以 机型骨的出现 表面上看 是因为开口过大导致的 但实际上深层原因是 对金儿生长喜性 不够了解 金儿出现大量机型的原因 已经找到 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 但这一查金儿的品质 已成定局 无力回天 那金儿转色慢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转色慢是多种原因 金儿的这个野生环境 你去过没有 没有 不知道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 不知道它这个生长喜性 你在这个孤房里 你是很难把它 金儿这个养好的 跟实用军打了三十多年 交道的老吴意识到 使怀恩种植的金儿 无论是出现畸形 还是转色慢 其根本原因 是它对金儿的生长 习性不够了解 所以当务之急 是让它对金儿的野生环境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让你们看一下照片 好漂亮 它生长在鸠木上 旁边这个绿的是金牌 这是金牌 说明它这个环境很潮湿 它森林的雾芒芒的是吧 对 我们早起去的时候 连五米的能见度也没有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雾太逐渐地散去 你看这个光线 三分阳 七分阴 野生金儿主要生长在 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 海拔1800米到3200米 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 因为野生金儿数量稀少 所以在上世纪末 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 经过多年探索 技术逐渐成熟 到2015年前后 开始规模化种植 老吴在2016年开始种植金儿 此后他每年都到云南的深山老林 寻找野生金儿 一方面是为了采集菌种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了解 金儿的习性 棚里种植的时候 就是模拟它的这个环境 对 尽可能地满足它野生生长环境的条件 有没有这个温度表 有啊 在头上呢 咱看一下 温度是多少度 19.9 19.9 这个温度可以 10度90 这个也可以 这个光照度也可以 检查了它的温度 10度 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 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 我当时很纳闷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金儿转色慢呢 老吴一时间也毫无头绪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有啊 在那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 每一天都有 每一天都有 做过程的时候 我们都有记录 干什么都有记录 到时候就出了毛病了 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 好 找毛病啊 这个事都是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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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到这个17天那儿才开灯啊 我查资料 我再问问别的 有的是叫开灯早 有的那个叫开灯晚 按它正常的管理要求 第10天的时候 就是必须得开灯了 很多种植户对这个开灯不够重视 以为开灯早两天 晚两天没什么大事 实际上对转色影响是相当大的 金儿油摆转黄 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光照 在光照的刺激下 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 金儿才能慢慢变成黄色 在野生环境中 金儿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 然后开始转色 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 但野生金儿个头比较小 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 为了让金儿个头长得大一点 种植户一开始不让金儿见光 一直到第10天左右 才会逐渐开灯 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 到第17天才开灯 这样光照时间不够 加上军资的活力逐渐变弱 金儿转色就会变慢 原因确定 那史怀恩的这些金儿 该如何处理呢 应该是全部24个小时开灯 加强通风 加大通风量 因为这个野生的环境 什么时候 它是空气都是清新的 这个加大通风量 一个矛盾点 它就是水分流失太严重 这样你喷水 加大通风 喷水加大通风 我明白了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我用那个测湿器加湿的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 你有喷油器没有 有啊 拿来挂上水 大哥拿来了是吧 我先给你做个示范 喷之前 先让它雾化开了 然后再上上喷 这个喷头啊 一定是斜着的 你不要正喷 上面喷啊 它这个边缘 它是找不到的 它这样一喷 有点像我们看到 那个野生环境下金儿的 那个状态 雾默默 仿那个毛毛雨啊 行 交我试试 来 你试试 这样操作对吗 对 这样对 喷水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 只是为了让金儿尽快转色 临时应急补救 要想提高金儿的品质和种植效益 老吴建议 下一茶种的时候 均包开口两到三厘米 进棚第十天 开始补光 每天开灯八到十二个小时 并保持合理通风 每天通风四次 一次半小时 控制好温湿度 金儿品质差和转色慢的问题 自然解决 但是怀恩还是有点疑惑 如果在第十天开灯 会不会对金儿的产量 造成影响呢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老吴就邀请他 到自己的种植基地参观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来到老吴的种植基地 吴老师的我们来了 欢迎欢迎 进去看看 咱进来看看 比我那黄多了的不 你看这颜色 你这多少天了 你这碰的 我这第23天 23天 比我那晚五六天了的不 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你那个开灯晚了 那您这个也是有一个 专门的时间记录吗 有 我拿给你们看看 大哥你看日期 三月八号 三月八号进的棚 三月十八号开始建工 第十天 第十天 还真是 等于十七天 怕一个星期吧 在老吴这里 金儿长到第25天 就可以采收 两天采完 一查就比别人 节省三四天的时间 因为金儿在转色的过程中 还会继续生长 所以第十天开灯 对产量影响不大 你看它的机型的少 几乎没有 那你拿开口 摆开看看行吗 随便拿 随便摘 这个大小能有 两公斤半到三公斤吧 对 两公斤多点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朵成的也好 你看 都是圆润饱满 你种出来 全都是这样 就好卖了 那可是呢 如果去市场上买的话 应该怎么个选法呢 金儿 金儿 首先是颜色 它就是金黄 然后再看它的叶片 你看上面啊 勾勾勾勾的 这个长出来的 突出来了 小窄窦 这个叶片都出来了 它含水量小了 它的干物质它就多了 第三你得看看根部 如果是没有杂质 这就可以了 你否则有杂质 杂质多 不能食用 把它挖掉不浪费了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 使怀恩对金儿种植 充满了信心 他也有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的想法 但没有合适的场地 针对他的这个诉求 老吴决定 带他去参观一种 新型的种植模式 随后 他们驱车150多公里 来到济南市 立城区的大山深处 吴老师 您带我们来的 这是什么地儿啊 我们这个金儿的 一个合作基地 那在哪呢 又没有大庞 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 这不是空地吗 这边是房子 还看到什么了 除了房子 那就是这种箱子了 对 你们找的差不多 那就是咱们生长金儿的地方 这不是集装箱吗 对 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 全智能化 这里边什么样啊 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郭主席 你好 进来 进来 三块一下 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立体式的 比我们的漂亮多了 这不 这一个床不算面子不算大 但是它能放三千多个包 你看我们的这么大的棚 才装八千了 多少钱也好你看 对 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 是吧 对对对 我看 它的变色变得好你看 没有记性的 多少天了这个 25天 才25天 就全都这样了 对对对 转四块 食堂现在就可以采了我们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所有的湿度 温度 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光温水气 远程在手机上 你随时可以点开 具体的数据可调节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对 就是这个能看到 咱们现在是在棚里了 是吧 对对对 今日长到什么情况 是吧 这是可视的 也可以监控 这高级多了 高级 那一个人能 能住好几个房 那是 看到吴老师 金儿的时候 大哥是真的笑了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看到了对金儿 未来充满的希望和期待 我觉得那一刻 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采用这种模式 种植金儿 可以充分利用 房前屋后的 闲散土地 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 还省时省力 方便管理 就让史怀恩 大开眼界 金儿是一个新型的品种 他下部这个小路 会越来越大 以后放心 大胆地去干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 要一步步地走 一步步来 今年是统坊 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 肯定要干好 干某些事情 你不要干 不干好 就不用干了 这形态多好 王老师 好好好 出门不败出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 遇到了大半辈子 都跟石用军 打交道的吴广真 因为金儿 他们走上 同一条创业之路 相信在他们的 不懈努力下 颜值高 口感好的金儿 很快就能走上 千家万户的餐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